第四位 影響靈 第四位 影響靈 第四位 影響靈 這一下就被人踩到腳底 直到他漸漸沒氣息 暈倒過去 這時候 有人走上來幫司機爆炸好 也僅僅是止血 但這一幕 卻足以將英康靈 嚇到膽都沒了 宇田愛站起來 走到影響靈的面前 用手中的槍管 抬起了影響靈的下巴 只想問一句 如果你的家人來了 時間來考慮 影響靈的腦在飛速地轉動 他這樣才知道 他面對的 不是因為何俊昇公司收購 產生的矛盾 而是自己手下 那幾個道保團伙帶來的麻煩 而且這群人一看就有備而來 對於他 可謂是鳥魚子長 他現在就想不明白 這個到底是為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還可不可以有命出去 五分鐘夠了 宇田愛彎低要問 啊 那個 這位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要的是錢 我可以給你 但是你說什麼古董 我真的沒有 我這個人 從來都不搞收藏 你 英康靈似有否認自己有什麼古董之類的東西 宇田愛冷冰冰地看著英康靈 看到他心裡很冷 而且心臟跳得越來越厲害 漸漸 他感覺自己心臟好像要爆 身體一側就暈了 他做什麼 宇田愛看到這個情境 哎呀 如果這傢伙死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白費了 暈了過去了 宇田小姐 他身上有狗心軟 會不會有心臟病 宇田愛的手下就問了 那還不快點餵他死 如果他死了 我們就浪費氣了 宇田愛氣急敗壞地 將剛才自己坐的索料椅 一腳就兜飛了 英康靈確實是有心臟病 如果不是宇田愛的手下發現得及時 他可能就真的掛了 等到他醒來的時候 精神毀美 宇田愛想要再用剛才這樣嚇的方法 恐怕是不行了 他怕英康靈真的嚇死了 他手機呢 等他來聯繫木小魚 晚上我要去見他 全部人做好準備 正秘 易老闆 好好地休息 等我把木小魚的頭領下來之後 你如果仍未想明白 到時候 我唯有將你帶回日本 回到日本 你即使想死 怕且也沒那麼容易 魚條小姐 沒有發現他的手機 車上身上都沒有 手下就匯報了 找到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呢 宇田愛一侄就問了 確實是沒有 因為避免被定位 我們找了很久 確實沒有發現 宇田愛倒低頭 望向英康靈 你手機呢 放在辦公室裡面 出來得太急 忘記放在哪裏 英康靈不快不慢地說 他是在這裡利用自己的身體狀況 拖延時間 亦都是為了自己多爭取一些時間 不急 會有人幫你找回來 宇田愛說完 拿出電話 開始打電話了 講機是日語 英康靈不太懂 但他卻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 那個就是現在在自己身邊的那個日本女人 現在他是漢鼎酒店的總經理 難道他們是一班人來的 想到這裏 英康靈心裡面一陣惡悍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自己就真的玩完了 蔣玉賢和裘天江一起回酒店 這個時候 莫小如早就回來了 就在樓下的茶室喝茶 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 誒 你們這邊怎麼樣 莫小如見他們回來 起床就問 情況不是很樂觀 他們說這部手機已經找到了 這個我知道 我是說市裡面什麼意見 莫小如問裘天江 樓書記並沒有表態 只是說叫我們等幾天再離開津門 說收購的事 可能這幾天就會有結果 唉 可惜的是英總這邊還沒有消息 我越想就越覺得這件事 可能真的跟賀晉升公司收購無關 我們一開始的方向 是否錯了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現在說什麼都太早 唯有都是等公安局結果 蔣玉賢就說了 幾個人在茶室裡談了一會 但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法 就好像蔣玉賢說的這樣 現在他們對英康寧的遭遇一無所知 無論做什麼打算都是多餘的 但警察的調查結果 又不會隨時通知他們 在兩眼一抹黑的基礎上 這樣就只能夠等了 但這個時候 英康寧的日子就不過了 宇田愛吸了電話之後 對英康寧說了 看來你真的很不老實 你的手機不在辦公室 說 放在哪裏 我…我記得就放在辦公室裡 真的 英康寧當然不會傻到 說自己的手機被他半路吊了 這樣他可能很快就會沒命 Yetty小姐 這個人很不老實 我們的商船終不離開了 把他扔進集中箱 運回日本慢慢審訊 我們可以留在中國 直到採取他們的資料為止 宇田愛的手下便建議 宇田愛點了點頭 英老闆 我翻譯給你聽 他們的意思是把你扔進集中箱 給你食物 到日本後再放你出來 你覺得怎樣 宇田 是宇田小姐 是不是 我說 我說 那些東西都不在津門 都在北極 在我的私人博物館裡 但是那裡 從來都未對人開放過 除非我親自去 你們打不開門 英康寧開始亂說了 如果自己可以出去 離開這裡 就有可能會獲狗 如果一直都留在這個碼頭集裝商群裡 自己死在這裡都沒有人知道 什麼意思 宇田愛就起眉問 保險系統是分了三道鎖 熊摩識別系統 指紋 和聲音識別系統 除非我去 你們就算是知道了地方 都打不開門 也就進不了去了 英康寧的心在那裡 冰冰棒棒的死萬條 但是生是死 就看這一搏了 你說的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這麼多好東西 我怎麼可能隨便找個地方放 英康寧見宇田愛 似乎相信了他 於是繼續鼓動 但是宇田愛的手下 卻不是這樣想 他認為這個人 是在那裡危言聳聽 這麼複雜的防盜系統 怎麼可能在中國出現呢 如果說這些東西 在西方的博物館之內的 還差不多 一個小小的私人博物館 還是不是對外開放的 會下這麼大的力嗎 宇田小姐 我覺得這個人在烏雪百度 將他在這裡帶去北京 風險太大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中國的警察 是否在找他 萬一鎖定了我們的位置 那就太麻煩了 宇田愛陷入了兩欄 無論是哪一個選擇都有風險 但是哪裡會有沒有風險的事 這樣吧 英老闆 你告訴我 你要私人博物館在哪裡 我派人過去看看 宇田愛這個女人 還是很狡猾 她都知道這個時候 帶著英康寧 四處轉是很危險的 所以採取了這個保守的方案 唉 英康寧差點激到哭了 看來自己這一招 只能幫自己贏得一些時間 其他也沒什麼用 但是可以爭取一些時間也好 萬一警察可以發現自己 於是講了自己北京的一個住址 那裡地處西山 常年都是空住的 是一棟自己夏天去避暑的別墅 這些人找到地方 再進去印證自己說的話 是真還是假 沒有三五個小時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裘天剛年紀大了 回了房休息 蔣玉然沒有其他的事 選擇留在茶室陪莫小魚喝茶 在這個焦慮的時刻 有人聊天也是一種放鬆 兩個人就在聊天的時候 莫小魚一抬頭 撇見宴會上見到英康寧身邊的女人 那個女人也看到這邊的莫小魚和蔣玉然 於是偏偏走過來 嘩 英總的紅顏不知道英總出了事嗎 莫小魚壓低聲問蔣玉然 現在公司沒有人知道的 漢鼎集團是上市公司 萬一他們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些股價肯定會大幅波動 到時後果不堪設想 蔣玉然也注意到那個女人過來 壓低聲音 女人走到他們桌前面 蔣玉然認識她 又是英康寧的紅眼 不要不打招呼 於是起來打招呼問蔡 但莫小魚卻動都沒有動 嗨 兩位好啊 我可不可以坐在這裡啊 這個當然啦 高度小姐請坐 蔣玉然伸手請她落左 這個也是莫小魚第一次知道 這個女人叫高度 都不知道是怎樣被英康寧搞到的 這位是莫小魚先生 大家見過面的了 蔣玉然就介紹莫小魚了 講完了 我在英總那裡 聽了好幾次關於莫先生的消息了 莫先生 聽說你是一位藝術家啊 高度看著莫小魚 恭維地說 莫小魚本來只是冷眼旁觀 但想不到她剛剛一抬眼 望了下這位高度小姐 她的眼就被她迷人的色彩吸引著了 因為她看到一對不一樣的眼 尋常日本人的眼睛和中國人是一樣的 都是黑眼珠 但這個時候莫小魚看下去 高度的眼為何是藍色的眼珠 彷彿裡面有無窮的力量 在那裡吸引著你放棄一切跟她走 啊 莫先生你做什麼啊 高度一看莫小魚這樣看著自己 也都不要跟莫小魚一直這樣對視了 不由得望向蔣玉然害羞地笑了笑 蔣玉然這個時候 將蓋碗放在茶杯上邊 聲音手微大了些 叮噹一聲 莫小魚瞬間就醒發 望向蔣玉然的時候 只見這傢伙一面的嫌棄 好看不起莫小魚見識亡意的嘴臉 但這個時候再去看高度的眼 已經變成了黑色 這個變化 就連莫小魚都糊塗了 不知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莫先生 我真的很喜歡中國的藝術 方不方便留下個聯絡方式啊 高度再一次把木剛對準了莫小魚 但是這一次莫小魚卻不再上東了 倒下頭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高度 高度小姐 今天好像不是很忙 蔣玉然偉軟地說 那個意思是 應該去做什麼就做什麼 經常跟我們兩個大男人聊些什麼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你不說我都忘記了 我聯繫不到英俊啊 你去了哪裡啊 高度好像突然想起什麼 蔣玉然偉軟地說 蔣玉然偉軟地說 他去了市委開會 可能要晚一點才回來 那好吧 我知道他去了哪裡就可以了 那你們聊吧 我在忙 講完高度站起來 微微攻腰 離開了茶室 等他走遠了之後 蔣玉然望去莫小魚 你這個臭小魚 很可愛 這個英俊的女兒 你看你的樣子 拳頭很硬 莫小魚 沒有你她的諷刺 輕飄飄地說 這個女人真的不簡單 你知不知道我剛才看到些什麼 我看到她的眼珠是藍色的 那怎麼可能呢 如果不是你吸茶中的聲音 我都快被迷絕了 吃少了你 色色就色色 這麼多激勁 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我覺得她多正常啊 做事又怎樣 沒什麼不合適啊 蔣玉然不相信莫小魚的這套說詞 就以為英康寧不在這裏 莫小魚是看對這個高度了 嘩 信不信又得你 對了 這個女人就叫做高度 喂喂喂 越講越興起 英總現在下落不明啊 你想搞她的女兒 不是這樣做人吧 蔣大哥 我是不是那種不三不四的人啊 我就問一下 怎樣啊 莫小魚無所謂的問 莫小魚 我現在警告你 你不該乾淨一點 我不是說笑的 英總對她 絕對聽完她的意思 你省一點 她叫做高度貴美子 知道就行了 不用問那麼多 蔣玉然再一次警告 莫小魚搖頭苦笑 嘿嘿 真是沒話好說了 但毫無疑問 這個高度貴美子 是個有本事的人 莫小魚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本事 居然可以令到人瞬間就這麼迷惑 那無疑是莫小魚極感興趣的東西 而且莫小魚估 這個高度貴美子 絕對不是一般人 雖然這個女人很漂亮 但都還未到可以令到英康寧延聽計從的地步 而且作為一個商業大亨 她唯一聽從的就是自己 不可能永遠聽其他人 儘管蔣玉然一段時間 就會跟她相熟的警察打電話 問一下進展 但沒有任何的消息 莫小魚和裘天剛 也都一直留在酒店裡 沒有出去 這個時候還是小心點好 但是莫小魚的手機 在傍晚的時候響了 她那時在吃飯 一起吃飯的還有裘天剛和阿南 這個是一個連號碼都不顯示的電話 不知道是從哪裡打過來的 因為不顯示號碼 但手機是顯示有電話進來 莫小魚疾了下 還以為是詐騙電話 但手機死猛響 沒停過 這樣令到她很生氣 於是接了電話 喂 哪位 莫小魚扯了張紙巾 抹了一下嘴就問了 現在都沒有外面 不可以告訴你身邊的人 否則英號零就死定了 我正在看著你的 電話裡面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但是莫小魚聽不出這個是誰的 看著對面的裘天剛 她這個時候也在看著她 莫小魚點了點頭指了指電話 起床走到門外繼續接 現在就出門 打起我指定的地點 否則到達天剛 你就只能夠見到英雄靈的屍體了 電話裡面的男人繼續威脅 這個時候莫小魚確定到處都沒有人 於是笑著說 喂 兄弟 你威脅誰呢 英康寧跟我連屁的關係都沒有 她生還是死跟我有什麼關係 她生也不會給我錢 她死了我也不可能繼承她的遺產 好吧 我吃飯了 吸吧 莫小魚說完就要吸電話 但這個時候電話裡面傳來了英康零發聲 小魚 莫小魚 救我 你這混蛋居然敢落井下石 我們是合作伙伴 我們還是朋友 啊 英組 蛤 真是你啊 我剛才在這裡開玩笑的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都等著你吃晚飯的啊 莫小魚心想 糟糕她 莉霞算是將英康寧得罪徹底了 但她到底在哪裡呢 還有沒有頭可以吃飯 那就要看下你接下來的表現 現在馬上出門 到車上邊 我會跟你說你去哪裡 你如果不可以餓時到 英康零就罵頭吃飯了 對方說完就吸了電話 哎呀 莫小魚真是屈滿了 怎麼辦 那就是怎麼辦 靈轉身想回房 想將這件事告訴裘天江 至少可以讓人知道自己是去做什麼 否則的話 那連後緣也沒有 誰知道自己剛剛進了房間 手機又響了 還是沒有任何號碼顯示 很詭異 喂 B位 眼看著裘天江和阿南都看著自己 莫小魚很想告訴他們這一切 但是對方好像真的看著他 你好知好不聽話 這句話說完 莫小魚就聽到電話裡面 傳來了一聲槍響 連莫小魚都嚇到震了一下 隨之而來的 就是英康靈 揭絲底力的慘叫聲 莫小魚看著裘天江 無奈地轉頭離開房間 拿著衣服向樓下走過去 但是不可以就這樣算 出門口 莫小魚站在路邊 不用一陣 一部的士就開了過來 莫小魚招手上了車 然後被蔣玉賢發了條短訊 這樣才放心下來 他告訴蔣玉賢 自己是向哪個地方走 到了地點會讓他發短訊 莫小魚知道 這個時候說不定 就有人在車後邊跟著 但對方怎麼會知道自己的電話 難道是英康靈告訴他們 但莫小魚心裡邊一直在忐忑 這些人找自己到底想做什麼 還是利用英康靈 真的要找自己報復的話 那用得著兜這麼大的圈嗎 想來想去都想不出個頭緒 現在唯一令他覺得棘手的 就是自己勢丹力沽 對方到底是什麼人 他又不知道 自己敢不在為英康靈冒險 想來想去都覺得不值 的士轉了個彎 莫小魚給司機一百元 拉開車門下車 的士繼續向前開 莫小魚躲在黑暗的地方 但後面就沒有車跟過來 電話反倒是來了 還是英康靈的電話 英康靈在電話中再次哀求莫小魚一定要來 莫小魚真的想把手機關掉 但想了想還是算了 招手又攔了的士 繼續前進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哼 莫小魚明 自己是被人看著了 他開始覺得自己背部有點發糧 但又不知道對方的人在哪裡 他真的不想去 但一想起英康靈 揭絲抵禮的慘叫 又不可以不去 嘻嘻 到了 五十元 司機打開車入B的燈 想要收錢 但被莫小魚伸手把他關掉 給你 一百元不用找了 把車倒回去 倒進那個場角那裡 莫小魚拿出一百元遞了給司機 他的精神高度緊張 這裏看起來 是一個廢棄了很久的公地 迪再暗 他再明 他才不想 一來到 就成為了人家的活靶 車倒進了長角 莫小魚下車 的士消失在街道的盡頭 但是莫小魚一直沒有動 他本來就不想來這裏 所以沒有人出去他 他為什麼這麼急著要去送死 老實說 剛才在電話裡 跟那個人說的那些話都是真的 英康寧在他的心裡 並沒有那麼重要 說到底 這是因為莫小魚在這裏 好像都沒有見到自己的好處 除了賀晉升公司的收購之外 但是以他現在的經濟實力 投資賀晉升公司收購的這件事 已經是可有可無了 莫小魚躲在黑暗的角落那裏 若都不動 蹲在長角 就算來一個人對著長角 柯尿 都有可能發現不到他 人呢? 不是進來了嗎? 尿田愛躲在黑暗的角落那裏 尿田愛躲在黑暗的角落那裏 尿田愛躲在黑暗內便問 我們在外圍的人是看到我進來的 為什麼沒有動靜呢? 或者叫外圍的人進來看看? 尿田愛身邊的人便問 尿田愛不知可否 那個人也不敢擅作主張 隔了一會 尿田愛實在是等不及了 於是叫外圍的人為進來 不論生死 只要可以將莫小魚搞定 生定死都無所謂 在這個黑暗的角落裏面留了一會 莫小魚覺得 整天在這裏都不是回事 抬頭望了望一間屋 可以攀爬到二樓 至少可以看得遠一點 於是他整理了下件衣服 揉著磚頭那些欄 很順利地爬上了二樓 這裏也是一間未建好的爛尾樓 向外望過去 五百米以內都沒有燈光 可以說殺人放火 這裏是最好的地方 而這個爛尾樓工程是一大片 可以說進退至魚 一旦被圍 可以從其他的方向 順利地逃走出去 尿田愛選擇這樣一個地方 亦都是廢了心思 莫小躲在一條鋼金運營土的柱後邊 動到不動 看著樓下周圍的一切 突然間 一個人影 在自己進入這片爛尾樓的入口那裡 走進來 嗯? 如果是一個找臨時廁所的人 根本不可能走那麼遠 而且看上去好像在尋找什麼 難道是在尋找自己? 越來越近 莫小躲看出來了 這傢伙每走一步都很小心 最要命的是 從這傢伙的行動手法和走走的姿勢來看 他手裡面拿的是槍 莫小躲看著看著自己的手 除了手機 就只剩下那把龍牙了 當那個人找了一圈找不到人之後 開始打電話 莫小躲一聽 嘶 嘩 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傢伙說的居然是日語 怎麼會是日本人的? 難道綁架英康靈的也是日本人? 想到這裡 莫小躲靜靜地蹲下來 手機都沒有拿出來 直接在褲袋裡就關了機 那個號碼萬一如果再打電話的話 那自己就死定了 咦? 就在這個時候 他突然想起了高島貴尾子 他一直都很奇怪 這群人怎麼會有他的電話號碼? 想來想去 英康靈的手機在警察的手裡 英康靈沒有那麼好的腦 記得著莫小躲的號碼吧 而就在日頭 高島貴尾子剛剛問他拿了手機號碼 這個電話在傍晚就打來了 嘩? 這樣會不會太巧啊? 想到這裡 莫小躲基本都劣順了 看來他是被日本人釘上了 但就不知道英康靈為什麼也被日本人釘著了 因為他這個時候沒有那麼多工夫在想這件事 在沒有幾軟爛尾樓那裡 也都發現了有微光在移動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 宇田愛接了個電話 北京那邊有消息了 他派兩個人去了北京西郊的別墅 找了那套別墅 也沒有找到所謂的床保室 宇田愛這樣才明白 他們是被英康靈這條死老人坑了 但是這邊又找不到莫小瑜 兩邊都不相信你 宇田愛 接著下來怎麼辦? 打電話給莫小瑜 把他找出來 無論怎樣都要堆壞他 已經行到 絕對不可以再失手了 宇田愛生氣爆爆地說 但是這傢伙 到了一間房間裡 從隨身攜帶的電腦上 被莫小瑜撥號之後 發現對方居然關機了 什麼?關機? 宇田愛難以置信地問 是的 宇田小姐 中國人都是指使的 他們沒有什麼斷隊精神 要不然 我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 招募到這麼多工匠去日本 一個中國人是一條路 但是兩個中國人就變成一條蟲 莫小瑜沒有必要為那個英康靈冒險 可能是 是